永多市大运男子400公尺跨岸银牌的陈杰出席粉丝见面幸祝活动联合报记者侯永全摄影分享 台北市大运落幕后热潮久久不退拿下银牌的陈杰今天表示成绩除原字本身努力 还有团队和粉丝的鼓励希望粉丝持续支持 选手定会并实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信念继续努力 2017年第29届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落幕 中华队斩获史无前例26斤34银30同夹击 这90面奖牌带来的感动及掀起的热潮池未散去 因此Nike今天让旗下运动员参加粉丝见面会 搭席粉丝的支持并接受永远的台湾英雄陈金峰勉励 这次的是大运陈杰在400公尺跨篮决赛 跨出评生涯最佳的49秒05最后拿下银牌 今天他现身粉丝见面会受到现场粉丝热烈欢呼 陈杰表示其实这次是大运让他觉得很开心 但原因不是拿下银牌或是成绩平了个人最佳记录 而是看到大家这么踊跃热情的进场为运动员加油 那比得到金牌还让人感动 陈杰说选手们今天有这个成绩 不是只有个人的努力 其中还有幕后团队的努力 也希望粉丝们继续支持台湾的田径 选手们会因此去挑战更好的自己 并秉持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信念去努力